第六章节,前面我们是讲到那个比较简单的Photograph 上一张下一张,那你可以按钮如果说上下太占空间,你可以把它改成左右 然后来安排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要 只是多张,一下子可以先预览的话 先预览小说图,然后再点击之后 可以看到大图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两个元件,一个是Greview,另外一个是Gallery 那Greview它的优点是说,它可以马上看到多张 至少比如说你六张,一排六张,或者是说这个上面呢,你可以去调整 到底你要是三个,四个,五个,就是几个column 几蓝的意思啦,你缩图,那如果看你的column越多 缩图越小 应该也可以动态去更改啦,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设定的一个按钮,让它去设定你预设的column 比如说就有点像Windows里面可以设定那个小说图的大小,有没有大中小可以去设定 那另外就是说呢,点了其中一张之后 它能够怎么样,把这一张图 带过来,所以会有一个侦测 侦测什么,你现在click到哪一个 有没有,所以它会 告诉你哪一个index 那你再去把那张图抓出来之后 去修改底下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image view嘛,对不对 就是跟前面的那个类似的 方式 那这个界面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就是说大概就布两个 一个是GV01,一个是TV01 OK 那另外就是上面这一个 这边注意就是 这个是放在Composize里面 会有greview 那里面的话大概修改几个参数 包含就是说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画面上面 来看一下,基本上呢 我大概改,第一个就是按右键 我把它的height大概改到150左右 因为预设刚刚有同学直接拖拉过来会 全部 满满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呢,把它往上拉 那往上拉有时候拉不准 所以你可以怎么按右键 layout的height 你就可以直接是制定它的那个高度 那你可以去 按照大概比例上面调一下 我大概这边建议只是150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它的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就是在这里 Lumber 有没有 它一个属性叫Lumber 应该是Lumber Colon 那Colon的值的话呢 预设是三 三个嘛 有没有,你就会发现三个 那如果你这边去更改啊 比如说我刚刚讲 如果说 两个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它就放两个 有没有 两个的话相对的那个小缩图就会比较大 OK,那你可以 那宽跟高的比例恐怕你还要去调整 150可能第二张图会被裁掉 那当然还可以试 所以这地方你可以讲 再做一个什么 设定的 功能 可以让User去 制定说到底你的缩图要多大多小 诸如此类的 然后 其他的话呢 底下就放一张图 那我们RuleRound 之后的话就是像这样 它就是可以比如说 类似像这样子 这是三个啦 那如果点其中一张 下面要显示 点其中一张 下面显示 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功能 那另外如果说你不只六张 你会发现卷轴也会出现 也就是说底下 你可以有很多 你可以给他比如一堆的图 他就是六张 一次就六张六张 那你当然很快可以点选 那 这是一种显示的方式 不过这里的话会牵涉到 就是说 需要有一个Adapter 之前的话我们是String的Adapter 就是放自串的 对不对 不过这里的话因为是放图 图的话会需要有个Bass Adapter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去建立Bass Adapter 的部分会比较稍微困难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 View的部分完成 另外在支援档部分的话 就是有个Drobo 一样 这边有六张图 那我建议各位啊 不一定是这些范例图啦 你自己应该手边应该有一些 自己的图 如果说你想要做成个性化 你自己的App的话 你可以放自己的图进来 OK 然后 大概是先把界面部分先设定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 看一下Source部分 那程式要怎么写 画面先还没做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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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